空襲警报大响 一群人小跑步赶紧躲进室内避难所 这一行人就是正在以色列南部欧发金 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团队 科维利事后也将这段影片po上网 表示这是现在以色列人面临的日常 他更是抢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步 在周三抵达以色列 成为以巴冲突爆发后 第一个赶赴以国声援的西方大国高官 由于以色列从北到南 全国空袭警报再度作响 英国航空宣布暂停所有 飞往台拉维夫的航班 而另一个高官正准备搭机前往以色列 在美国国务卿飞往以国之际 除了乙军和哈马斯入空激战之外 一场政治口水战也打得轰轰烈烈 俄罗斯总统普清更呛尾巴冲突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明显安利 只是美国的盟友日本没有和英美共同谴责哈马斯 反而不选边站 日媒分析这可能跟人员考量有关 因此当局采取中立的外交路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